至于亚太区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市跌0.2%左右 日经平均指数27188点跌52点 南韩市升幅1% 澳洲升0.1%左右 新西兰市跌0.6% 我们看看恒指黑期 应该会有机会开红盘 恒指黑期升123点 我们先和Rabby谈谈外围的美股情况 刚才也说了初一初二都弹性 二月开局好像不错 但是昨晚又因为META的关系 急跌 业绩差也影响到 大家恐怕会不会只是这一种问题 对整体的气氛好像有影响信心 大家想一月其实已经是一个很风狂波动的价格 会不会是情况会继续呢 但也可以引进一点大行 就是高盛和摩托空都分别出来 唱好美股就说 其实现在是逢低买入的良机 你又怎样看呢? 我自己就对这个看法就会有一点点暴留 其实之前也说过 因为当然了 美股过去就每一次跌 都真的是买入的良机来的 每一次都弹得很厉害的 甚至都可以再破前顶了 但是也说过其实今年回来的情况比较不同 虽然这么说你说经历了一月份 比较大的调整之后 其实三大指数在过去这几天都会有 比较好的弹性 除了昨晚之外 的确都会修复了部分前期的失地 但是是否可以再破前顶 或者再试高危呢? 我觉得刚才提到就是现在的看法会有些保留的 因为其实今年那个情况跟过去比较不同的地方 就是过去年年来计算 为什么能够回来? 因为市场真是水浸 真是多钱 特别过去这两年疫情之后 其实走了一个无限作无限的两宽 要多少印多少之下 一定是有资金推得到市场回去 但是我想今年先不要说其他 我想只是大方向都是说收紧年 即是美联储好 或者拉起其他环球央行也好 其实都是在行收水 加息甚至是缩表 原来在资金面方面是少了些的时间 还有没有那么大的力度 有一个很大的弹性 或者再破顶的一个架构呢? 我觉得就可能未必太容易住 其实美股你看到刚才也说的 为什么近期可能每个都这么大上大落 或者连大市都这么大上大落 最大的问题都是估值是高的 其实都说了很多次 三大指数好 或者个别特别的大价股也好 其实估值是高的 但是我想都会比较大波的伏线 最大的方向就是 刚才提到就是加息或者所谓的收水进程 至少到三月份才会再明朗发多些少 而连带上这段时间都会公布上一季的 即期或者很多企业都会公布今年那些展望 或者第一季展望 所以我想从第一季回来 应该股市比较稠一点 所以我想现阶段来计 都大体上维持这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就整体看法来计 特别是大家股 要小心一些中国股值这么高 如果正如刚才看 譬如Metta為例 就是那个前瞻看得比较差之下 其实随时都会比较大的一个下调空间 感谢您的